台湾議員,如果在那裡比較壞的環境,它比山油小口,比較不好自己 好,台湾議員說,黃伯和牛昂貝... 玉米的部分大概99%台灣都是進口,而且多數都是基因改造的一個玉米 那,縣府現在跟農委會共同推動的這部分的話,是屬於被基改的一個玉米 那,黃豆跟大豆的部分,也都是非基改的一個產品 讓國人可以去享用到優質,而且是非基改安全的一個農產品 農民如果種植硬質玉米,還有非基改的一個大豆的部分的話 那,縣府今年的話,除了可以領取農委會的一個轉作補貼4萬5千塊以外 那,雲林縣政府今年加碼1萬2千塊 那,所以基本上你種植這項作物的話,你就可以去領到5萬7千塊的一個轉作補貼 那,在硬質玉米的部分的話,全國農會的部分還會保證收購 所以,農民在種這部分的話,不用去擔心你種完了以後,沒有人採收或者收購的問題 這方面的話,我們希望這次的說明會能夠讓更多農民可以去知道這樣的訊息 我們來烤鵝農會,來跟農民說明,就是有關於種植飼料玉米和黑豆 這個補佐將蠣的這個辦法就對了 首先,很感謝烤鵝農會,可以邀請這麼多農民朋友,大家共同來關心 所以說,今天除了,我跟他們說,這個將蠣補佐的辦法之外 尤其我也是跟他們說,我們考慮這個地區,我是屬於工作困難地區,地層嚴重下限 現在政府大概有三個方式在走,第一就是鼓勵平地造林 第二就是這種漢作轉作的,第三就是這個太陽能發電 尤其口湖地區現在,國家發展委員會,有一個示範的計劃 我們也說,我們管政府有辦法來主持這麼一個計劃 差不多有一個光景的反對來,耕作困難地區 我們現在嘗試來從事這個太陽能發電,我們會進一步的來努力 有關於這個平地造林的部分 最近我們透過兩次跟台塑六星的平台會議 大概原則上,台塑六星他們也同意 對耕作困難地區的平地造林,對黃金廊道的平地造林 他們要恢復以往的辦法,也就是說他們對等的加碼的補助 我想這是初步踏出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會跟台塑的確定相關作業的這個辦法之後 再公告給我們的農民,大家共同來配合 謝謝